在宁静小镇旁的森林中,这只猫竟然发现了一个哭闹的婴儿,令人想不到的是,接下来它的所作所为令人难以置信。 女人刚搬到这个小镇,远离了繁华喧嚣的城市,她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感到新奇和好奇。 她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女人,习惯了独自生活,享受着静谧和宁静。 她喜欢和猫猫一起度过的时光,觉得这是一种安逸和舒适的生活。 女人和她的猫猫是最亲密的伙伴,她在家里布置的温馨舒适,总是有花花草草和书籍陪伴着她。 她喜欢坐在窗前,看着窗外的自然景色,猫猫则会在她身边打盹或者蹭蹭她的腿,仿佛在告诉她,她一直在陪伴着她。 女人也习惯了独处,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书,绘画或者思考。 她觉得独处是一种能够让她充电和思考的方式,也是她重新调整自己的时候。 她享受自己和猫猫一起度过的宁静时光,这让她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。 尽管女人喜欢独处,但她也是一个随和的人。 她乐于与邻居们交往,和他们聊天,分享彼此的生活。 她喜欢小镇上的人情味和淳朴,觉得这里是一个温馨而友好的社区。 她和邻居们相处融洽,虽然她时常独自度过时光,但她也喜欢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。 女人和猫猫的关系也越来越深厚。 猫猫是她最亲密的伴侣,陪伴她度过了许多寂静的夜晚和悠闲的白天。 猫猫总是能够察觉到女人的情绪,她会在女人情绪低落时用温暖的身体和咕噜的声音安慰她,让她感到宾致如归。 女人常常和猫猫一起在小镇的森林中散步。 她喜欢森林中的清新空气和郁郁葱葱的绿意。 猫猫总是兴奋地在树林间穿梭,追逐着蝴蝶和小鸟。 女人也喜欢看着猫猫玩耍,看着她自由自在地在森林中奔跑,心情也会变得愉悦起来。 有一天,女人注意到她的猫猫在家中表现得异常兴奋,不停地在窗户前跃动,似乎想要引起女人的注意。 她走进窗户,发现猫猫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森林的方向,耳朵竖得笔直。 女人心生疑虑,她知道猫猫对森林充满了好奇,但通常她不会自己跑出去。 为了安抚猫猫的好奇心,女人决定跟着猫猫一起探险。 她穿上外套,披上围巾,紧跟着猫猫的步伐,来到了森林深处。 她小心翼翼地在树林中寻找着猫猫的足迹,时而低头细看地面, 时而仰望树枝,生怕错过了什么。 终于,在森林深处,女人发现了猫猫停下来的地方。 她走近一看,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婴儿被留在了草丛中,似乎刚刚被遗弃。 女人的心情瞬间紧张起来,她赶紧抱起婴儿,发现她已经鸡肠碌碌地哭泣着。 女人的母性本能让她迅速采取行动。 她紧急拨打了医院和警局的电话,报告了发现的情况,并请求帮助。 她抱着婴儿,轻声安抚着她,希望能让她安心一些。 等待救援的时候,女人不停地抚摸婴儿,轻轻地哄着她。 她的心情复杂,既惊讶于婴儿被遗弃的事实,又为婴儿的安全和健康担忧。 她默默地祈祷着,希望婴儿能够平安无事。 女人抱着婴儿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,医生经过检查,确认婴儿健康状况良好。 警局也赶来了,他们展开了调查,试图找出婴儿的身世和来历。 女人为猫猫的聪明和敏锐心灵感到骄傲和感慨万分, 她意识到如果不是猫猫的指引,她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婴儿。 整个小镇被这一事件所震惊,媒体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报道, 许多人对女人和她的猫猫表达了赞赏和敬佩。 女人并不喜欢过多的关注,她只是默默地将婴儿救下, 并尽力帮助警方破案。 她觉得这是每个人应该做的,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赞的。 婴儿被送往医院后,女人前去探望,并表达了对婴儿的关心和祝福。 她希望这个无辜的生命能够得到幸福和安宁。 女人也考虑过是否愿意收养这个婴儿,但经过深思熟虑后, 她决定将婴儿交给专业的福利机构,让他们来安排合适的收养家庭。 事件结束后,女人对猫猫充满了感激和爱意。 她抱着猫猫,轻轻抚摸着她的毛发,眼中充满了温柔和感慨。 她意识到,如果不是猫猫的敏锐和勇敢, 她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那个被遗弃的婴儿。 猫猫似乎能够理解女人的情感, 她用咕噜咕噜的声音回应着女人的抚摸。 女人决定为猫猫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,作为对她的感谢。 她为猫猫烹制了她最喜欢的鱼肉,放在她的碗里。 猫猫立刻跳到碗前,开始享用这顿美味的晚餐。 女人看着猫猫吃得津津有味,心里充满了喜悦。 过了一段时间,女人和她的猫猫成为了小镇上的名人。 人们对她们的故事感到惊讶和感动,纷纷表示敬佩和钦佩。 女人并不喜欢过多的关注, 她只是出于对猫猫的关心而跟随着她进入森林, 从而发现了那个被遗弃的婴儿。 然而,她也明白,这个故事传递了一种温情和善良的价值观, 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动物。 女人在婴儿被送往合适的收养家庭后, 继续过着她和猫猫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 她感慨万分,觉得自己在这个小镇上找到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属和幸福。 她常常陪伴猫猫散步在森林中, 回忆起那个意外的发现,心里充满了感慨和喜悦。 从那天以后,猫猫和女人的关系更加深厚了。 猫猫常常陪伴着女人, 她成为了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, 给她带来了很多的陪伴和快乐。 女人并没有因为名人的身份而改变她的生活方式。 她依然过着简单,朴素的生活, 每天都关心照顾她的猫猫和其他动物朋友。 她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和动物都充满了同情和关爱, 不分彼此地伸出援手。 女人也变得更加活跃和社交, 她认识了更多的人, 结交了更多的朋友。 她在小镇上建立了良好的生育, 人们都对她赞赏有加。 但对于女人来说, 最重要的还是她和猫猫在一起的时光。 她喜欢和猫猫一起漫步在森林中, 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。 经过一段时间, 女人和猫猫的故事终于传到了医院和警局。 她们得知女人是救下了那个被遗弃的婴儿, 并将其送往合适的家庭后, 纷纷对女人表示感谢和钦佩。 女人并不在意这些荣誉, 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,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, 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动物。 最终, 女人和猫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她们一直在小镇上生活着, 过着宁静而充实的生活。 女人感慨万分, 她觉得自己在猫猫的陪伴下, 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